就是说我们还是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物价最优先 根据美国联准会利率维持不变 央行今年最后一场礼监事会议 再度按兵不动停止升息 重贴线率停在1.875% 担保放款融通利率跟短期融通利率 维持2.25%跟4.125% 政策利率已经连三栋 8月份9月份以后 刚好就是说连续几个台风 所以让我们的第三季第四季 特别是第四季的CPI就高涨了 台风后物价依旧高 要考量通膨状况 央行上修今年CPI和核心CPI 预估明年有望降到2%标准值以下 只是明年美国联准会暗示 至少降息三次 台湾央行有望跟进吗 也不是说他这样子 关于我们一定要这样子 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式不大一样 美国是碰碰碰一直上去 对不对 那碰碰碰一直下来 我们是就是比较逐渐的 虽然疫情后旅游餐饮需求热落 民间消费稳定成长 但资本设备进口却是负成长 今年预期的GDP从1.46%下修到1.4% 不过央行看好明年经济能复苏 GDP渴望调升到3.12% 我们是有复苏的迹象 整个全球的一个出口量会增加 所以我们的出口增加 我们的投资也会增加 至于房市虽然房价涨幅趋缓 价格还是居高 央行的房市管制措施维持暗兵不斗 不加码打炒房也不考虑退炒 对房市的影响暂时告一段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